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元730年春夏之交 步履轻快的李白 跋涉在崎岖的中南小境 李白在安禄的干野之旅失败后 决定来长安寻找机会 在安禄结婚之后 也是利用许家的关系 进一步结交长安的那些达官贵人 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她是唐玄宗的妹妹 当时的那些达官贵人 他们都有这个资格向朝廷推荐人才 其中李白走的就是玉真公主的门导 李白满心欢喜地来到长安城南边的中南山 在山中的玉真公主别馆 等待公主的照见 但是这一等就等了大半年 叶真公主出去引游了 所以这是一场空洞 李白写诗描述了苦等的日子 当时正值秋雨连绵 别管空无一人 李白只得中日与看护院子的老者相伴 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李白在清冷的中南山苦等数月 他希望自己能被引荐到皇帝身边 辅佐圣君治国理政 不熟悉官场的李白 以为找到了赏识自己的伯乐 他满怀希望地离开安路 不料转身投入中南山的泥沼之中 所以第一次到长安其实是无果而终 这个也是当时世人非常共同的一种人生经历 他们想要进入到官僚体系之中 但其实唐朝的官僚体系 并不真的那么对外开放 这里头有非常非常多的暗交 有非常非常多的潜规则 所以很多人都因此碰得头破血流 在等待玉珍公主无果后 李白尝试求见长安的其他官员和贵族 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四处碰壁的李白游荡在长安城 在长安北门附近 他与一群权贵恶少发生冲突 一场争斗在所难免 李白发生冲突的这群人 应该是有很强烈的官方背景的 唐朝人盛行刃侠之风 在街头拔剑决斗的事情经常发生 李白虽然自称剑术高潮 但冲突的对方是一群争强好胜的权贵 形势对他十分不利 那这时候幸好他的一个朋友 叫陆吊的告到了御史台 才把他解救出来 朋友陆吊带着官兵前来 调停了李白与权贵之间的纠纷 李白惊险地从这场冲突中脱身 他第一日入长安的话 应该说是不顺利的 一个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一种理想 同时呢 他也招来了一些烦恼 劫难过后 李白决心离开长安 他带着深邃热烈的生命力 从树地山水迢迢地来到长安 希望倾尽才能 为盛世效力 却无力摆脱命运地捉弄 这崎岖的入世之路 依树道何其相似 激荡的情绪在心中欲结已久 于是李白写下了千古名篇 蜀道难 蜀道难是一个岳父古题 南北朝晚期 大家不断写蜀道难 但是古人往往就是在蜀道 就是在自然环境下 就是写他的险句 但是李白把这个蜀道难 放到一个历史时空中去写 带有强烈力度的想象 就是人在大自然面前的那种 大自然的奇险 还有怪 还有那种力量的冲撞 没有任何一个失神的那个力度 达到李白这种强度 心气高昂的少年 多年后被长安泼了一头冷水 那一刻 蜀道之贤与仕途之难 在世人心中跌合 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 李白内心深处的感慨 事实上不只是蜀道难 应当说是世路艰难 对李白来说 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读者来看 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李白 一辈子这种人生坎坷的一个境遇 他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东西 这里头融合着最奇特的自然山水 又融合着每个人可能感触到的那种 人生的险恶 所以这个诗才成为李白最有成就的诗歌之一 把以前说到的那全都比下去了 公元732年年末 疲惫的李白从长安回到安路 开启了十年隐居的生活 这时的他看上去像一位无异于师徒之人 勾师事 开山田 美日复师 饮酒 治国安邦 李白要走那条路 但是这条路我们也说了很多人走不通 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就会寄清云 清风浪云 魏南北朝时期这个谢慧 他就讲入我们者只有清风 跟我一块银酒者唯有浪月 这是一个大传统 然后到李白这仍然认定 别的东西我是左右不了的 但是清风明月是不用一千百的 然后你看这样的一个情怀传到宋朝 欧阳修也讲清风明月本无价嘛 然后这个苏氏 前吃必腐 也在讲这个问题呀 这是中国古代易贯值的情怀 基本上就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这个如道互补这样的一个格局形成之后 这就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一个退路 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出口 诗意与现实构成了李白的两面 人们印象中的李白应该是远离朝堂 飘逸不群的视线 不应该承受在现实矛盾中挣扎的痛苦 李白的生命当中始终都存在着这种矛盾 而这种矛盾之间所构成的张力 也让李白的生命呈现出来 不同于一般人生命的那种光彩 一种就是他自视非常高 皇帝召请他去长安 就是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彭薅人 好像我此去长安就可以立刻就建功立业 能够画图灵烟阁了 然后另外一种呢 我们在李白的诗里边又频频看到 他表白说他其实是不在乎的 他其实是更愿意悠游田园去仿道寻仙的 这两个东西看上去很矛盾 但是他却统一在李白的生命当中 李白也好 杜佛也好 整个唐朝的诗人吧 都是有政治报复的 不仅仅是上灵烟阁的问题 还有什么 欢宇大定 就是一方面我自身要有成就 第二方面我的成就要继苍生安离远 这是他们的重大政治报复 李白的诗才令他欲满海内 公元742年 唐玄宗选招李白进京 任汉林供奉 李白再次来到长安 据他二十四岁出书远游 书见飘零的日子已过去了十八年 唐朝是极端诱文政策的 尊崇文人 所以唐先宗喜欢才子 李白的名声到了他这儿以后 唐先宗应该说对他来说 应该是一个真心喜爱 不让他找这么一个平民进攻 干什么呢 公元742年的秋天 李白迎来了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圣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 即将见到自己理想的君王 大明宫的大门终于为李白打开 穿过层层宫门 李白来到紫辰殿前 看到从布面上走下来的唐玄宗 李白就看到了只身倾向的希望 第二次入长安 李白得到了皇帝的极大礼遇 玄宗当时做过什么事情 史书记载 第一个他是辞联 就是不赢 走着路来迎接 其实我们可以看那个 唐太宗见吐蕃使者那不脸徒 那见使者的时候怎么样 是在脸之上 皇帝嘛 这是很尊贵的人 是不能够站起来的 但是唐玄宗见到李太白 就站起来了 唐玄宗不仅亲自起身迎接李白 他还在御殿之上次施于李白 这是臣子难得的荣耀 皇帝李贤下世 到了亲手给他来调和羹汤那个程度 而且呢 跟李白说 轻是不一啊 你是个老百姓啊 你老百姓你的名字 居然能被我知道 说明什么 不是说明我了不起 说明你了不起 进入长安的第一年 李白随时君王身边 御用文人的分内事 他做得非常出色 由于皇帝的重视 王公大臣争相与李白交往 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 第一个要成就自身的功名 第二个要让海内打定 这是他对苍生黎元的一种情怀 然后他需要怎么样实现这个报复呢 他需要做帝王师 给皇帝当老师 或者是至少成为皇帝身边重要的大臣 这是他的人生理想 漫步在今天的西安 仍能看到很多唐朝长安的印记 在唐朝市 这座繁荣的城市 堪称世界的中心 天宝初期 每逢节日 唐玄宗都有在长安 举行盛大宴会 李白也是在这里 写下了清平调 唐玄宗和杨贵妃 在兴庆宫里面赏花 唐玄宗就说赏明花对妃子 验用旧词验 就是说没有新的词 然后他就让李贵年 拿着金花间去请李白 李白来填词 云相一场花相容 春风拂见陆滑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摇台月下风 李白醉意游浓 沉香亭外是盛开的牡丹 玉石栏杆内 是比牡丹更娇艳的杨贵妃 春风轻拂 使人呼吸着花香 花香又从他笔下流出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留存了一千年 李白做诗有个特征 什么特征 脱口而出 这叫什么 一马可待 在这些主观抒情方面 他是个快手 也是个圣手 这几句诗 整个把唐朝的这种 艳丽的那种 蓬勃的 赋予生命力的那种 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 那种气息写出来 这一幕是唐代帝王的浪漫 也是唐代文人的浪漫 背后是自信开放的大唐风度 唐朝的时候 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 都融为一体 所以这个让唐朝呢 有极大的包容力 极强的吸纳力 就让唐朝文化 迸发出很强的能量 人变得非常的奔放 非常的张扬 非常的自信 然后非常愿意表现自我 唐玄宗的自信 来源于他开创的开源盛世 这一时期 中国历史呈现出 微微壮观的盛唐气象 于是唐朝人信心十足 为什么都用微笑来接纳 盛唐啊 那时候我觉得是文采风流 文采风流不意味着没有武功 但是武功不是一切 高士也好 岑身也好 一边打着仗 一边就写着军歌 忽如叶春风来 千数万数梨花开 然后在内地 是一个什么样的风范呢 内地不闻兵戈之声 成平很久 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 似乎是为了对得住这一非凡事单 反抗平庸 崇拜英雄 向往抑郁 期待奇迹 成为圣唐世人突变的精神芳芒 广袍江山上无数十人 如鲜花梦广 隐行高歌 造就出中国历史上无一无二 多姿多彩的十国大汤 把物质都有了 需要一个时代的歌手出来了 欧阁这一切 这个歌手是谁 这个歌手是李白和他的这些朋友们 这个就反映出那个高光时刻的文采风流之处 它不乏味 它在花天酒地之外有文采风流 所以我们才能感觉圣唐是双重的圣 是物质的圣 也是精神的圣 是武功的圣 也是文质的圣 大唐与诗人互相成就 大唐气运博裕了诗人 而诗人的笔又为圣唐鲜花卓锦 在这场浩大诗人盛宴里 最醒目的主角就是李白 李白天生他不是下来表现民生疾苦的那种诗人 他气质上不是这个气质 非常幸运地生在了开元天宝之际 正是大唐帝国最繁荣的时候 所以他的诗篇就为这个繁荣时间唱了赞歌 在长安的这段岁月 是李白生命中离梦想最近的一段时光 李白到长安以后 他是怀着他的抱负 但是呢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李白第二次到长安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李白是以国事自诩 而皇帝只是以文事代之 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天真的诗人并没有清楚他的职位意味着什么 汉林供奉的工作 与帝国的政治毫无关系 皇帝也不会 会向这些人询问治国治政 玄宗是让他做汉林供奉 这个汉林供奉不是汉林学士 汉林学士是为皇帝起草召告的 他慢慢就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个顾问 他可以跟皇帝商讨国家大事 所以汉林学士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他是参与到政治当中去 但是汉林供奉呢 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供奉 茶供奉酒供奉 就是为皇帝提供茶酒饮茶饮酒服务的 这个也在汉林供奉里边 还有可能陪皇帝下棋的也在那里头 李白呢是属于师哥供奉 所以其实李白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 被供奉在这儿的 这跟政治没什么关系 跟李白的政治理想也没关 李白逐渐意识到 无论与皇帝的距离有多么接近 他还是没有机会抒发政治抱负 除了沉默别无他法 官场示意是往往写的格外出色 如今第二年 一个深夜 在院落里自酌自淫的李白 写下了名片《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几个人在喝酒 看起来是三个人 但实际上只有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他的影子 那个是月亮 这两个都是无情之物 这首诗恰恰就写在他刺金还山之前 那时候在长安 从他的人生轨迹来讲 几乎还是在他人生的顶峰阶段 因为在皇帝身边 但他内心体会到巨大的不满 巨大的孤独 白天的李白可以与好友饮酒作乐 排解忧愁 但当夜晚来临 在月色下 喧嚣的世界和灵魂 都安静了下来 他会在想我在这干什么 我的理想真的就是这样吗 你说他不孤独吗 他是孤独的 三个最后汇聚成他一个 但是孤独吗 你看他设置出了三个人设 他自己 他的影子 月亮 所以就是李白这个诗的 清雅在这里 绚丽也在这里 忧愁在这里头 浪漫也在这里头 我想这跟枪禁酒做一下对比 是最好的 人生最风光的阶段 他其实感觉到巨大的内心的孤独 我在这个世界 仍然是处于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 但是孤独是不是把我倒向颓废 倒向寂灭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就不是盛唐 这就不是李白 他不承认现实的悲剧性 他不承认人生的有限性 他要超越人生的有限性 要达到永恒 要成仙 面对浩瀚的宇宙 白日里傲安的李白 在月色下到达生命最真实的境地 他说出了微小个人在天地之间 是如此的寡妙无助 在李白的生命里 他一向追求金退的自由 金可以立足朝堂施展报复 退可以寻先滥游翻周东海 当李白意识到无法在长安再进一步之时 便开始将目光转向长安城外的广阔山河 政治上的天真 让李白与官场格格不入 眷恋自由的他被刺金放还 离开长安 李白重新踏上满游山水的道路 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唐诗巨讲 李白与杜甫终于相应了 字幕志愿者 李白与杜甫终于相应 字幕志愿者 李白与杜甫终于相应 字幕志愿者 李白与杜甫终于相应